請他去做選取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可以 不只三個 也就是你一個大的範圍 一次選取一次就處理完 甚至不是只有單列 假如說你有大量的資料 一選 自動就產生一個結果 這樣就很方便 不過這個觀念特別重要 假設我今天可以把這個範圍 先丟給個AE AE有點像是一個 暫時儲存的一個陣列 那我怎麼指 指到假設說我今天 我觀念類似像這樣 我這是一個範圍 選好了對不對 先丟給誰 丟給AE 那這個格子 就叫什麼 A瓜胡 第一列 第幾藍 D藍 這個是A 瓜胡 第一列 第幾藍 第二藍 這個是A 瓜胡 1 6.3 一直在一推 那如果你橫向的話 很多列 很多藍 對不對 那如果往下的話 前面這個列號 就可以再增加了 當然 如果說你 目前 資料少的話 那還好 就三個 這樣慢慢去組公式 可是如果資料多的話 選的範圍大的話 就必須用回圈了 回圈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把剛剛的公式 其實做完之後 這上面這個應該大家比較熟悉 下面的可能比較不熟悉 可以把這個怎麼 複製一下 以後你要改成 把 一個一個選 可以嗎 第一個 把它改成月卡函數 我再加個底線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叫範圍好了 第二個 把引數三個 留下一個 再來 月卡 它本來是三個 三個儲存格的資料 變成一個陣列 所以你必須什麼 先 建一個A 這個A 它這個變數了 一個陣列變數等於什麼 等於月卡 所以等於什麼 把這個月卡 傳給他 所以直接什麼 Ctrl按住 這個範圍給他 那 月卡 1 A1 刮鬍 1 0.1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 月卡2 月卡3 1 2 3 剛剛好 有沒有 那 但是特別注意喔 前面 返環的 一樣要範圍 OK 做完之後就完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假設我今天用一個範圍的話 就選舉 超一個範圍 選一個範圍 結果就完成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 把原來的三個變一個就好 那以後選一個範圍 它也會幫我們產生一個結果出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好 好 謝謝